分享两场一剑顶的对局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修修,看对局 两个人用的都是常见的最主力的组合 踢杀,好,踢杀之后这波是拉了一个16C 是防止对手冲过来抓的 而且抓不到的话也相对来是安全 好,这把能量闪生打住 能量闪生想要抓一波葵花距离远了 贴不进去吗? 哎,这一下葵花收招太近了,又太慢了 直接反击 八神这把应该说有两次机会 有一次呢 没有把握好 有一次是有机会,但是太远了 好,这波下盘套中 要小心被打晕,好,绽防 听攻击,如果是重攻击的话大猪晕了 好,敲头 下地转球,继续压制 这个龙儿非常有压迫感大猪 不好动啊,打钢,追击 哎,可以了,命中 这一下呢 啊,打一个蹲防啊 大猪一般来说啊,进入角落的话就任人屠宰了啊 脚落变成了屠宰场啊 啊,两个跑篮 头上服漂亮啊 我去,这一波算是一个提前输入的复合指令了 CD 好,Bug真 现在有一些大门啊,玩得出神入化 大门已经有无责任手法了 所以我头上服带一个蓝之衫 只要手法好,对手不过来我也没,就无责任的 哎,这一把 下跪了啊 感觉想要起身带一个无责任 好,可爱野蝶摸了一下,然后跑蓝 再冲 好,落地这一把呢 预判成功啊,直接反抓 摸眼,这么快的头上服 嗯,冲过来,然后起身受身啊 反抓这个大门,闪身过来,头上服 好,这一把的话 这种 铁球粉碎机啊 就出的不太好 这个粉碎机的话得看好距离啊 嗯,要防止闪现过来 哎呦,这个跳地还带着无责任的篮球衫啊 非常的舒服,手法 你虾,哎呀 这个猴子打点太低,没想到还可以啊 打不到他,身位太低了 頂級的大門非常的洗練 這些招都是帶著復活指令 牛逼啊 沒想到這個何俊被大門打跪 我們看看他如何來應對 第一回合的時候呢 是這個八神被秒了 這把被繳落 壓制住 要破防了差不多 好 哎呦閃開了 連續的輕點點點過不來 閃身連續 漂亮啊 騙對手亂動再來 晃一下再跳西帶抓 漂亮 他第一下這個跳西打空的時候啊 是騙你亂動的 他也可以第一下打你的時候啊 等你能量閃身然後再打你 虛虛實實啊 好跳跌抓了 選擇一個AB過去嗎 好AB過去戰B啊 戰B的話不能動 動的話他就生了 他就帶抓 好跑過來 戰B 抓到 倒地 葵花來 好騙了個CD 大豬還是不安全 還是角落亂動 好 哦呦 還行 再一次倒地 哎呀下盤 本來大豬這個跳攻擊呢 是想要看看這個八神有沒有搶空啊 沒想到人家就更加淡定 直接反套下盤 啊 吸力莫力多 好我們看猴子的表現 一顆氣啊 我去這把有點大膽啊 還沒死 哎這下下盤了啊 八神很多八神的他的習慣就是近距離的時候很喜歡跳低然後落地帶消風的指令啊 但是只要你看得準 有預判的話 反套下盤 好 剛倒 哎皇下 漂亮哎這把沒有確認 哎要小心打暈 哎失誤了閃現過來 好跳低 站B抓 AB過來 可以哈 有騙一下啊 騙一個二者 是AB嗎 還是AB哈 哎呀這一下手法串招沒有回中 死了 大豬想秀超招那個 騷操操作哈 連續的AB過去折左右 大豬AB過去折左右的話 你搖桿拉前他就是在裡面哈 搖桿拉後他就是在外面 哎渣 哎差一點 再飛翔角 機會來了 誰渣好 下B下A超殺反三哈 這兩個人打得非常的精彩刺激啊 好視頻好看記得點讚 關注謝謝唷